3月9日 義大利總理宣布 義大利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將全境封鎖 敦促人們待在家裡 義大利當天新增確診1,997例 全國累計9,172例 累計死亡463例 這一數據也使得義大利超越韓國和伊朗 成為中國大陸以外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不過 伊朗的官方數據始終受到國際社會的質疑 認為伊朗當局嚴重瞞報了真實的疫情數據 3月9日 伊朗的官方數據顯示 過去24小時內新增確診病例595例 全國累計7161例 新增死亡病例43例 累計237例 當天 伊朗又有兩名高官死於新冠肺炎 其中一人是伊朗民族團結與合作黨總幹事 前國會議員拉查·馬尼 另一人是前伊朗革命衛隊政治局官員塔扎裡 疫情爆發至今 伊朗已有至少6位高官死於新冠肺炎 韓國3月9日新增248例確診病例 較2月29日高峰時明顯回落 目前韓國的累計確診病例達7382例 其中近80%屬群聚感染 90%的病例集中在大邱和慶上北道地區 截至3月9日 韓國共有19.6萬人 接受了新冠病毒檢測 還有超過1.7萬人等待檢測結果 因爆出新冠肺炎疫情 而被困在加州外海的至尊公主號郵輪 終於被允許停靠在加州奧克蘭港口 郵輪上共有3,500名乘客和工作人員 其中美國的乘客將被安置在不同的美軍基地進行隔離 其他國籍的乘客則會由各自國家安排接回本國 目前郵輪上有21人已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儘管已有多國專家指出 新冠肺炎已在全球大流行 但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週五仍然拒絕承認疫情大流行 近日網上流傳的一段視頻顯示 早在今年2月6日 世衛的泰國代表就曾公開嘲諷譚德塞無視疫情嚴重 公然維護中共在疫情上作假 各國民間也對譚德塞替中共背書的言行十分反感 已有數十萬人連署 要求譚德塞辭去世衛總幹事職務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